花莲足球小将成绩斐然 富士国小女足队在112学年国小世界杯足球赛 全国总决赛勇夺金杯 崇德国小女足则在2024全国少年杯八人制女子足球赛获得全国冠军 而这两支球队特别到访蒋翔翔 并与华人国中足球队相互交流 共同努力推广花莲的足球运动风气 华人国中的学长在前方示范操练动作 国小组的学弟妹们动作也不含糊 迅速确实的跟上哥哥们的脚步 小小年纪其实已经是金牌得主了 我们平常训练就是以小朋友的正常心态去练而已 然后出去比赛也是以平常心 也没有说特别加强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对手的强度到哪里 就是以平常心去对待 输赢先不要看那么多 先完成每一场比赛的目标 他们是本身是自己喜欢踢球 因为下课时间 他们的下课时间比较喜欢踢球 就是拿到球就踢 还有课后 就是课后一样有足球训练嘛 就是练一些基本 他们平常需要练的东西这样的 没想到大家都成功过去 是真的是他们在比赛那一天 从第一场一直到最后是真的很拼命 对对对是他们在拼命 他们我没有下任何指令 真的是真的 他是就是很想赢这样 富士国小女竹队在112学年 国小世界杯足球全国总决赛涌夺金杯 而崇德国小女竹则是在2024全国少年杯八人制女子足球赛获得全国冠军 这两支队伍特别到访吉安 乡长游淑珍非常欢迎 花莲的孩子真正棒 今天邀请到我们的富士国小 崇德国小 荣获了少年杯 以及全国世界杯的一个足球的双冠军 来到华人国中进行了我们的友谊赛 希望花莲的孩子能够互相的学习 互相的来作为一个交流 也让我们的教育成长在每一个氛围中 获得了全国世界 以及全部人的一个加油支持 让花莲到位的教育 可以让孩子们适性的成长 无论得志体群美欲乐 样样决移 所以今天 华人国中的操场好热闹 来到了很多的都是最优秀一级棒的孩子 来到吉安进行交流 我们希望给孩子更多的鼓励 三支球队除了在球场上展现矫健身手 还制证可爱的玩偶给游淑珍乡长 而一整天的参访行程 国小球队写手们参观了浩克艺术村 吃了吉安乡农会的冰 午餐还有回篮同济会交代牛排 要回家之前游淑珍乡长还外带了麦当劳套餐给小朋友吃 乡长们也表示 透过足球交流进行吉安乡的微旅行 以走读方式认识特色景点 品尝美食 对学生来说 不仅开拓视野 也精进足球的技巧 是一项生趣意义的活动 介续惠结安乡报道